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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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是馬子一 那馬子一千來到奈良 一間非常古老的寺廟 叫做東達寺 相信大家來到奈良 這邊玩的時候 一定有來這間寺廟看過 在我後面那個地方就是南大門 往那邊直走進去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平常觀光來看到的大風 那今天來這裡的遊客也相當的多喔 因為還有一些學生啊 他們好像坐著這個纜車來這邊校外教學 那奈良在自古以來呢 就是日本非常歷史悠久的一個地區 因為在奈良時代 當時日本的首都就是在這個地方的平成津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進去東大寺看看 順便了解一下這個奈良過去的歷史和文化 我們出發吧 Go! 在前面這個非常雄偉歷史悠久的木造建築 就是東大寺的南大門 大概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看板寫著大華岩寺 其實東大寺就是華岩中大本山 也被稱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 距今已經有1200年的歷史 在1998年的時候這個作為古都奈良的文化財 有一部分的東西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它這個南大門非常的高很雄偉 它這個高度大概有25公尺左右 而且左右兩邊呢 有兩個日本最大的金剛歷史 在我前面這個就是人王像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巨大 而且很雄偉 它這個高度大概有800公分左右 上次我們去四天王寺看的人王像 它的高度大概是500公分 這個是日本最大的人王像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兩個金剛曆寺 它們的面相跟白色好像跟別的寺廟有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白色呢 聽說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當時這種金剛曆寺的白色呢 它並沒有這麼多的規則去限制它 那另外一種說法是 當時這個白色是參照中國的白色 所以他們現在才會這樣子互看 然後沒有朝外面大門 來這裡欣賞金剛曆寺之外呢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這個南大門上面的天花板 它很高啊 而且中間那邊是完全鏤空的 這是非常特別的一種建築樣式 今天的東大寺遊客真的相當的多 全部好像是國小生吧 看他們手上還有拿一個很像資料的東西 就是參觀東大寺之外呢還要寫一下功課 覺得應該不是那種戶外教學 會不會是畢業旅行啊 好像全校的這個小朋友都出來一樣 東大寺的歷史呢 根據史料記載 在公元733年的時候 在現今的洛潮山 如當時創立了一個金中寺 這個就是東大寺的前身 那還有一種說法是在西元728年 當時聖武天皇和光明皇后 他們的皇子菩提早世 他們就在洛潮山屋這邊設立了一個山房 那那個山房聽說當時有九位真女常住在這裡 這個就是金中寺的前身 之後741年呢 國分寺建立的詔書就被發佈了 隔一年金中寺它就被認定為大和國的國分寺 並且更改市民為金光明寺 當時在奈良時代呢 日本的首都就是在奈良這邊的平成金 那這座寺廟就位於當時平成金的東方 所以之後又被稱作東大寺 現在我要進去準備看大佛了 不過我看前面好多小朋友 感覺有點不太妙 到旁邊這邊是團體啦 還好個人要走這邊 不然跟他們排隊 不知道排到何時 前面那邊要買票 我已經買好票了 它這個票有套票 就是你要去看這個大佛 還可以看這個東大寺的博物館 套票總共是1000塊日幣 那你不想去看這個博物館的話 你也可以只買大佛的卷 大佛的卷就大概是600元 那邊就是售票口 我已經進來大佛店了 它要從旁邊這個小通道走進去 這邊的門是沒有辦法直接進來的 前面那個地方就是大佛店 那我們就進去稍微看一下 順便講解一下它過去的歷史吧 在我後面這個就是大佛店 它寬有57公尺 深50公尺 高度48公尺 這目前世界最大級的木造式建築 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屋頂 雖然有一點冷卻斑駁的感覺 不過到現場看這邊真的是非常的壯觀 非常有那種歷史風氣的感覺 我已經進來大佛店了 大家都圍觀在這裡 你看這個巨大的佛組 哇真的很大 很壯觀 這裡也可以看到大佛的側面 旁邊下面這邊就有寫一些他們當地東大寺的歷史 還有這個佛像的歷史 那等一下我會稍微跟大家說 先帶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寺廟裡面 大佛店的這個感覺是怎麼樣 那旁邊還有一個虛空葬菩薩 那下面還有那個蓮花 後面還有那個金碧輝煌的那種感覺 從這個角度看真的是 非常的壯觀 這個大佛叫做盧瑟那佛 它的高度有15公尺 那說到這個大佛的歷史 就回到1300年前的奈良 當時是天平年間 七世紀的日本 當時是佛教的全盛時期 不只國內 跟國外的一些國家交流也非常的多 但是在這些蓬勃發展的背後 當時其實面臨著天災冷禍 還有一些內亂 那從大陸那邊引進非常多的 仙境文明之外呢 也帶來了可怕的流行傳染病 西元735年的時候 日本就發生了天花大流行 據說當時死亡人數高達三分之一的人口 當時信奉佛教的日本聖武天皇呢 他在在位期間 也發生了一些天平大地震啊 乾旱、饑荒等等啊 所以他就想說 藉由興建這個大佛寺呢 可以來保佑國家消災解難 順便安撫當時社會上的不安定 所以他在天平15年呢 就是公元743年 然後他就發願要建造這個大佛 那歷經五年的時間呢 這個大佛在公元747年的時候被建造完成 前面這個就是廣牧天 是佛教的護法 也是四大天王之一 那這個廣牧天顧名思義 就是他可以看到非常多地方的事情啊 然後去守護這些人民 有點像千里眼的感覺 前面這個就是東大寺之前的樣子 他有沒有覺得哪裡不太一樣 這兩旁有個塔對不對 現在沒有 那因為這個東大寺呢 之前有遭受兩次非常嚴重的火災 在蓮昌時期的時候又重建了 江戶時期的時候又重建了 等一下我會稍微說一下 這個兩個火災的原由是什麼 前面這個就是蓮昌時期在建造的大佛店 旁邊這個是江戶時期在建造的 整個外觀的那個風格好像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上面呢就多了一個後期實在會出現的唐破風 這裡還有賣一些東西紀念品之類的 這裡有一個沖繩首禮城的再建墓鏡 之前首禮城就是發生大火嘛 他們為了重建 現在就有非常多人願意自主的捐錢 大家都為這個歷史建築的復興 盡一份心力 前面這個是多文堅 他也是佛教的護法 自大天王之一 他就是可以耳聽八方哦 有點像我們的順風 在我背後再跟住者呢 就是之前觀光客很愛來看的大佛鼻孔 就是住者下面有一個洞 然後這個洞呢 剛好跟那個佛祖的鼻孔是一樣的大小 聽說你從這邊鑽過去哦 就可以保佑你無痛無病 身體健康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了 所以沒有讓別人去參與這樣的體驗 這個大佛的名字叫做盧瑟那佛 盧瑟那在泛語裡面 意思是智慧廣大光明普照的意思 在密中被稱為大日如來 現金的這個大佛呢 是江戶時代二次重建的第三代大佛 比起奈良時代他的大小呢 大於小了四分之一左右 在我後面這個地方就是可以寫租名 有一次是三百塊左右 那旁邊還有賣一些御守 這是他們賣的一些御守啊 非常的多 有安殘的啊 身體健康啊 還有一些血液的啊 交通安全 在我前面這個是魯毅倫觀音 那聽說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之一 他有非常多的形象哦 就是有兩個壁堡 六個壁堡 十個壁堡 十二個壁堡等等 各式各樣的面貌都有 OK 我已經走出大佛店了 那聽說當時的大佛呢 是次巨之而興建 導致當時的國庫呢 有嚴重的負債 而且不只花錢哦 還請了非常多人一起來興建 據說240萬人左右啊 所以真的是勞民傷財 而且當時也引進了唐朝的租庸調稅 農民跟庶民的生活就變得越來越辛苦 貴族和寺院他們就變得越來越富有 整個社會是呈現一個非常嚴重的M型化 聽說當時平成經裡面呢 有一些路人他們都餓死在街頭啊 還有一些乞丐啊 會在路上行逃這樣子 那你說興建這個大佛 真的對這個社會有比較好一點嗎 可能真的要問當時那兩時代的人民才知道啊 東大寺第一次的戰火波及 就叫做南都燒討 當時在平安時代有威將軍叫做平清盛 他跟南都奈良這裡的諸室 在政權上有對抗 所以他就派他的兒子平從無恆 率兵致辭討伐 並且下令放火 那原本只是要燒一兩棟建築哦 誰知道當時的豐室駐長 整個東大寺跟興福寺都陷入了火海 據說還有非常多的真魚死於這場火災 第二次的戰火波及是在戰國時代 當時控制奈良的松永久秀 和舊盟友三好三人眾他們就反目成仇 在東大寺這邊開戰 那當時東大寺全部都被燒毀了 聽說連那個大佛頭都已經燒沒了 東大寺在經歷兩次的戰火波及後 加上當時是日本動亂的年代 所以第二次的復興是直到江戶期間的原路年間才得以重建 這一次的復興距離上一次被破壞的時候 已經長達了140年 我們現在看到的大佛店是江戶版的第三代 它的寬度變窄了 但是高度有增加 那最明顯的差異是它中間有一個唐貨峰 這種是蓮倉時代之後才興盛的建築結構 現在時間比較晚一點哦 這邊金剛力士他們的燈就點出來 哇那個表情啊還有輪廓 非常栩栩如生 而且整個肌肉線條啊相當的清晰 這個金剛力士呢 是當時蓮倉時代佛像雕刻師 蘊慶和他的慶派門生一起製作出來 慶派的佛像呢 一向都是走這種擬真路線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金剛力士 他的表情非常的活生生的感覺 而且非常的凶狠 因為他身高很高 然後表情真的非常的擬真 那我剛剛有說嘛 東大士在過去呢 有遭受兩師的戰火波及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金剛力士 是蓮倉時代時候重建的 並不是剛出代兩時代的人物王像 有一隻小嚕嚕在叫 啊是不是肚子餓了 啊可是我身上沒有餅耶 等一下我再去買給你好不好 還是等一下會有路人會買給他 啊這些路是日本路哦 他們壽命好像是15年到20年左右 他們平常也不是說吃餅的樣子 不然有吃一些素果啊 不然就是素皮之類的 不過因為這邊觀光客的關係嘛 所以就越來越多了 會為這個餅給路吃 路他們也懂得要去跟那些人討這些餅乾 OK那今天東大士大佛殿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東大士很大啊 旁邊還有二月堂三月堂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沒有要去拍了 那不知道大家之前來到東大士這裡 看看這個大佛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或是難忘的回憶呢 也歡迎你留言分享告訴馬之一哦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GO 東大士 當時鑑於西元752年 是日本華岩宗大本山 又被稱作大華岩寺 七世紀到八世紀的日本 是一個以唐朝為國際交流構築的年代 同時也是佛教復興和推廣佛法的時代 當時日本各地許多佛教寺院紛紛興起 為了救世祈求國家太平信眾安康 東大士的起源可以回說到728年 當時聖武天皇為了供養皇太子 在洛山草路建造了金宗寺 這便是東大士前身的由來 距今1300年前的那兩時代 不僅是一個繁華熱鬧 同時也是相繼遭受天災人禍的年代 於是天平十二年聖武天皇 遵從華岩金的教義 發願建造盧瑟納大佛 盧瑟納佛是了解宇宙真理世家如來的另一個名字 意思是照亮世界和光明普照 左手傳遞宇宙智慧 右手表達慈悲的同時 希望人們能與慈悲心相連 加深彼此的羈絆 但東大士曾因1880年及1567年的動亂 導致室內和大佛紛紛附註一句 近日所建的大佛殿是花費25年 與江戶年間完成的重建 私院風格採用兩宋時期的建築美學 器與非凡的木造大佛殿 和流露出莊嚴神韻的佛像 讓遠道而來朝聖的人們看到 都會不禁產生讚嘆之心 1300年前的日本過去也曾和陷阱一樣 陷入了疫情的襲擊和傳染病的苦戰 但對抗這場瘟疫也許光靠的並不能只是科技 還需要的是像當初大佛一樣 所傳遞出的象徵 凝聚社會上陷入荒亂和顛沛流離的人心 能為有加深彼此的忌憚 並朝共同的方向前進 才可達到更高一等的存在 並獲得戰勝難題的力量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